大家好,我看到吳韋斌已經進來了 你好,第一個 兩晚沒有直播 通常兩晚沒有直播之後 第三晚大家會覺得都是沒有的 所以今晚應該會特別少人 而且大家會很晚進來 但是我今晚早兩晚真的很睏 兩晚都是十點多鐘 超級睏 所以真的受不了 躺在床上很慢地出個post 說我真的很睏,睡了覺 所以這個是早兩天的狀況 今天我都很睏 其實是八點多九點的時候 那時候又是完全是飯都不想吃很累 但是今天OK 今天可以其實儲了很多東西 要跟大家聊的 所以我好像太多燈 先關閉一點 關閉一點點 對,關閉一點點 不要那麼光照著 大家好,兩天沒有見 今天是第三天 連續兩晚沒有直播 不過我發覺我兩晚沒有直播 我自己個人都會 裸裸亂 這隻手其實我覺得很麻煩 為什麼覺得很麻煩呢 就是應該是會一直從跌身開始不痛 我預計那些痛會減低 但是去到現在拆了沙布 到他開始埋口 到埋口 就開始結招 那些招是很硬很硬的 就是很硬的 就是知道他裡面其實很深的 所以那些招是很硬的 那他一直結招的時候 原來是相當不舒服的 就是他很癢 他會拿著 還有因為他癢和拿著 還有你感覺他有個結巴在那裡 結招在那裡 就是包括這些位置 有些結招在那裡 所以你很害怕撞到他 還有我就會整個人就著 整個人就著 又加上這幾天 我以為自己很厲害 安排了出街 但是出街不是去玩的 就是去開會這樣 比如今天大家看到我去試吃魚蛋燒賣 那你都要坐車都要出去的 那出去之後 那出去之後呢 回到來是累到 完全是飯都不想吃 什麼都不想做 因為自己太過會 就著一邊身 那你越就著 那個人就好像很亂 那樣 就是我現在覺得 我穿件衣服都歪的 因為自己是 搞不定 就是搞不定 就是個人經常都就著一邊這樣 所以我經常覺得自己整個人很歪 那好像這幾天呢 就反而是因為這樣 就比較累 那還有 其實這幾天呢 我真的非常之多事情做的 不過想著呢 就是在那個Live裡 就好像 你就當你是我老闆 我老闆 那我就報告一下 我做了些什麼 那給大家聽一下 你不用細心思考我說什麼 你聽一下你覺得 多不多事情犯不犯 還有搞不搞得行呢 那的確是 這幾天是很忙 那星期一呢 我又不知道同事放假 就是我一直跟他們說話 接著他們就 都有回覆我的 但是回覆得我很慢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們平時回覆得很快 為什麼突然間回覆得很慢呢 那後來到五點多六點鐘 我才知道完 那天香港是公眾假期重陽節 很笨 但是anyway 都多謝同事也有回覆我 雖然那些事情都是四十二做 那這幾天呢 手的就開始 那些膠開始脫了 那它一脫的時候就很不舒服 就是擀住這樣 那我就會 剪了會脫那些 那就同一時間呢 就是那些肉已經看到了 於是我就開始塗這個 Skin Silk這個除巴膏 那天呢 那個supplier就問候我 你弄傷了嗎 你怎樣 你記住 就是開始結完膠之後 見到那些肉 你就可以塗除巴膏 讓那些傷口好得好些 就是沒有那麼多巴 那是呀 那我就馬上拿出來 但是我就發現 這一支是兒童裝來的 其實就是小朋友有濕疹那些用的 那這一支就是Pro 那我發覺我已經沒有了一支Pro 我應該是給了別人 就是我很喜歡去旅行的時候 別人介紹別人說好 哎呀給你啊給你啊給你啊 你先用吧 我回去有啊 那原來我回去已經沒有了 那我現在就只有這個BB這一支 小朋友這一支 那它是對於所有的疤痕啊 埋口啊 濕疹造成的疤痕都非常好 平時呢 我這一支都已經用完了 我平時呢 是拿它出去放在化妝袋那裡 那裡呢 我有任何濕疹啊 痕啊 有蚊咬啊 肝啊 爆炸啊 我什麼都要用它 所以這支呢 基本上我都用完了 我覺得真是 其實這一支比利是的 這個Skin Silk 這個脆巴膏是非常之好 那我就 那我的supplier呢 問候我之餘呢 他就介紹了一位皮膚科醫生給我吃 那給我問問題 那好好談之下呢 我們打算下個星期呢 我們會 我會邀請這位新認識的皮膚科醫生的朋友 就一起開一次live 就講一下那些 巴痕啊 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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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疹啊 就是這一類的 就是大家很常都會有的 遇到的情況這樣 就是你沒有你身邊的朋友都有 那這個脆巴膏呢 我覺得是真的非常之好 它是一個比利是製造的品牌 那為什麼會跟皮膚科醫生會聊天呢 因為它想介紹一個呢 就是比這兩個妝更加pro的一個關於皮膚恢復啊 痘啊 有效的一種supplement 那個supplement是skin silk來的 那我就 我很有興趣 因為我已經看完它的內容了 就是其實它裡面對於 你有一個新的巴痕 你跟著皮膚裡面 真皮層 表皮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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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皮層 還有皮下組織 就是幾層裡面的康復 它都有一個remedy這樣 那我也覺得 其實適合我 我就應該在這些大 就是有些傷的 好了的時候 其實應該盡快就是 就是在這些方面 去令到一些 就是新生出來的皮膚啊 各樣好一點這樣 那這個我猜下個星期 都應該會是一個很有趣 大家都想知道的題目 那而皮膚科醫生介紹我 那種supplement 就其實在11月初 就會在全港上架的了 那就是上架那些 是一些很大的pharmacy 那所以是一種很好的產品來的 還有就是 其實我一直都在找著一些 皮膚啦 骨啦 你知道我也有些sufflement 是說 就是怎樣令到那些骨沒有那麼痛 那我之前就 經常都覺得 骨痛好像跟我距離很遠 那樣的 我很幸運的 我沒有什麼骨痛啊 譬如有些朋友說 到一個年紀會風濕啊 那些這樣 那touch food我又沒有什麼這些問題 所以我就算是告訴大家 FREEDOM是很好啊 對骨很好啊 那我把口呢 就是我對著你們都說 但我覺得有點貴 如果不是很痛的 都不會 都未必會長期吃 那所以呢 這個skinsilk呢 我看到它的價錢 種種 我又覺得非常之好啊 就是看回它的成份 加上它的種種的效果 和它的formula的原因 那我就覺得很好啊 就是那一種呢 就將會 等醫生介紹一下 那皮膚科醫生介紹一下 那皮膚科醫生介紹一下 它就不可以介紹藥的 它就講原理而已 那我就 我就會 就是 從旁解釋一下 就是我知道 大家去到某一些的年紀 就是 其實那個年紀不用很大 有些人三十多歲 起床 膝蓋已經痛啊 或者起床之後呢 是 好 好 要走一陣子才順啊 那些骨很快 或者蹲不到 我們經常都聽到有人說 蹲不到啊 蹲不得低啊 那這些其實都是 跟骨 和軟骨 種種有關 那所以其實一種 好的骨的薪水素呢 其實我覺得是 它不是只是 好 不是只是 就是 不是 不是說你有事 好像我這樣 有事你才去做 而是令到你那些骨啊 中間那些軟骨組織啊 那些總之smooth些呢 你就不會這麼容易 開始去 快去骨痛 就是我以前就 就是衰 我真的幾口響 是嗎 起床 膝蓋會痛嗎 我沒有啊 就是我真的沒有啊 我一起床就很精靈 這樣子 拉筋都不用拉 就好 就已經好 可以好活動治愈了 但是這次就是 就是 就是 踩 都算是有少少的交通意外 踩完這個車 這樣跌倒之後呢 我就著一邊之後呢 我就真是領事了 真是覺得 哇 成邊 骨痛啦 還有我之前說的那些 就是碗管綜合症 那些 我覺得都是開始的 因為盧選得實在太厲害了 那這個就下個星期再說 那 是的 我先聽聽你們說什麼 昨天呢 就施政報告 哇 大開眼界的施政報告 就是笑點有很多 大家笑的很多 但是真正去 值得我們去想的就是 可能在施政報告之前 我們都會很知道 香港現在面對最嚴重的問題 或者就是真是 直接是影響著民生 或者是未來的前景的問題 包括經濟啊 樓市啊 就業市場啊 失業狀況啊 那些種種的問題 經營環境啊 股市啊 就是種種的很多的問題 那這裡是一部分 那另外還有很多 比如劏房問題啊 住屋問題啊 那就是社會的撕裂問題啊 那其實就是大家都是 不用這個施政報告去研究 我們都知道 這些是一些重要的問題 那就是自然就會很期待 在那個施政報告那裡 那裡有一些措施 或者有一些政策 是會很幫到手的 那當然公報那個人 就覺得他已經幫助了 那但是實質上 其實你看完之後 比較震撼的就是 就是生仔啊 占養費啊 之外呢 其實就是我覺得比較 比較令人擔心的呢 就是 就是 例如他落實了23條的日期 還有公務員那裡 我覺得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他說公務員呢 就進行一個很分明的掌罰制度 那就留住那些人才 就繼續為政府服務 但是你心思這句說話 想罰分明 其實在一個 員工體制裏面 在公務員的體制裏面 其實是很難掌的 因為掌呢 其實在公務員的體制裏面 他所有東西都是劃一 譬如福利啊 津貼啊 或者是 連資的計算啊 最大的掌就是升級的了 那其他沒有掌的 他不可以掌二萬元給你 不可以掌獎金給你的 所以在公務員的體制裏面 其實說你要掌罰分明 那個掌就會升級 那以往呢 其實在一個大的體制裏面 升級是不能輕然去升級 升級一定是一個 你要好 那些本來成班人是平排的 你突然升一個人 那個人升了上去之後 就突然變了下面那一排的領袖 那裡面很多人士問題要解決 那當然了 如果你說做得很好的 那要升級了 但是你說加強的掌呢 其實沒有什麼加強的 那個層級是這樣就是這樣 那就是可能 如果要掌得很厲害的話 那就很多title inflation 其實他是在做本來要做的事情 但是那個級就升了一級這樣 那可能是這樣啦 那個掌是不是 沒有別的可以掌的了 給你上個台 那我想這些他不會覺得是一個 掌罰分明的 真正有效的措施 那但是他說如果罰得很分明呢 那大家就要 其實這一點才值得擔心 就是在公務員的體制裏面 如果你說罰呢 那就是說 有很多罰則 那以往你要罰你就是 就是調職啦 要是降級啦 要是炒你啦 甚至乎現在我們會很擔心 那些罰則會不會是等於有些罪名啊 有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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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起訴有關的東西呢 那這樣 那另外在 營商方面呢 其實就 大家都會看到是很努力的 向這個一帶一路啊 大灣區啊 一些地方的人才的傾斜啦 這樣 學生啊 就是有些什麼人可以來讀書啊 有些什麼人可以來做事啊 那我覺得這個施政報告 其實聽完之後 是不是大家 對於大家心裏面那一抽問題 是已經覺得被處理中 還是其實搞了更多的問題出來呢 那這個就真的要大家消化一下 留給一些專業一點的朋友去分析啦 但是我的感覺就真的不太良好 就是不知道解決到些什麼事情 好了 那我們不講這個施政報告了 講完 那接著就 是的 那不如我又講一下給大家聽 我做什麼啊 閃了去兩晚 那就 因為我真的很睏 那就 那我其實做什麼 星期一節 那就是星期四啊 星期一至星期三 我做了什麼 是這麼鬼眼分 我有什麼在手呢 那我剛才寫了個 summary 給老闆報告一下 那首先呢 在萬事屋方面呢 就由於明說要搞事集 跟著呢 又抽到 那這個事集就叫 港人 港友 港友什麼 港友同聲啊 總之就是有香港做這個主題的啦 那我們就 我就覺得 抽到我就去見一下台灣的香港人 或者其實 可能 來香港 在香港來旅行的人 都知道 華山民創區 都是一個熱門的旅遊地點 華山民創區 有個香港的市集 可能大家都會來看一下 那我就覺得 好吧 如果抽到我們就做了 那日期呢 那日期呢 就是11月11號 和12號 一個weekend來的 就是兩個星期之後 那抽到之後呢 我就 我就開始問阿明 那其實市集我們買什麼好啊 然後她說 我填了糧果小食 然後我說 我有什麼糧果小食賣啊 她說不知道啊 不過大家去市集的時候 都是想有些東西吃一下 那我就說 哇 大鑊 那就要立刻去搜羅 和立刻要處理啦 那所以 其實我們想著呢 就有些香港的小食啦 美食啦 就是零食啦 會運過來啦 那就是可能台灣的朋友 很久沒吃過的 那就 另外就是 現場我們就想著買 咖哩魚蛋和燒賣 但如果到時呢 就是我們會拿到電飯煲啦 然後呢 有燒賣啦 魚蛋啦 串串捉著啦 那 那 有些香港人掛著的飲品啦 那然後 如果搞不定呢 我就會閃的啦 但如果搞得定呢 我就會盡量 在公司那裡坐下的 那這個就是 O chef lab 就是糧果小食那一部分啦 都不會賣 那些凍的送包 那樣的啦 那吃那方面啦 那慢小的那方面呢 我們就現在在想著 有些什麼貨品呢 就可以 會在市集那裡擺賣啦 那你有什麼意見都可以告訴我們 包括就是萬事屋裡面的貨品 那就 香港那個燒賣那裡呢 我們就會買一個 就是特地帶來香港的 燒賣的辣油的啦 這樣啦 那明天呢 就會試買燒賣這樣 那如果想見一下梁子山買燒賣 可以來到這個華山文創區這個市集 或者你告訴一下 給那些香港朋友聽 那我又要去關那個雀仔鬧鐘 等一會兒 等一會兒 那麽的確呢 在外地呢 甚至生活得內呢 是真的會很掛念香港的零食的 就是很多裡面是回憶 還有很多是 有些是味道有些是回憶 譬如我現在剛剛經過呢 我就拿了一個腰孔的薄荷檸檬 這個是我上次在香港買的 那我都會趁這個市集呢 帶一些香港的零食給台灣的朋友啦 那麽呢 Raymond說一下這個 司令報告 我先看看 將僱員再培訓的津貼 由5,800 調升到8,000元 哇 OK 那它為期三年的 再就業津貼事行計劃 具象就是連續三個月以上 沒有從事任何 獲酬勞工作的40歲或以上的中高齡人士 就是我啦 如果他們呢 連續完成了六個月的工作呢 就可以說 發放一萬元的津貼 而連續完成十二個月的工作呢 就再多一萬元的津貼 以加重他們從頭工作的誘因 可以及六千人 OK 那這個消息 大家如果是之前沒有 連續三個月以上沒有工作呢 可以考慮一下這個 再培訓計劃啦 那呢 Hello Dan啊 聊到一點是不是 OK啊 我盡量啊 好多話說啊 那好了 那萬事屋呢 就搞市集啦 會辣這個 買這個辣油燒買啦 另外萬事屋呢 有很多的新貨想搞啊 那 不斷說一下給大家聽 這個呢 這個呢就是我們 我買旅遊行李箱嘛 是不是 因為大家準備要去旅遊嘛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Rollink的這個袋呢 就是一個 背在身上的袋 我就覺得是 就是 它就 硬硬的 但是硬得來呢 就是 硬的那個是一個保護啦 那 都 就是跟一些 尼龍袋不同啦 那就 就是 不同的款 那它就有 不同的顏色 那這個呢 就是 我覺得是藍裝啦 因為它是直開的 那它放到什麼呢 電話啦 當然是有格呢 去給大家 擺信用卡的 那它有信用卡啦 接著呢 就 Passport 是可以擺到啦 接著呢 還可以擺一個 尿袋都可以的 那你也可以擺一條線 就是 譬如你有些線要擺的 那它綁著它 那它也放進去 那我擺到很多東西 裡面也都有 有拉鏈啊 有卡格啊 那這樣 那我就覺得 挺好的 那都 這幾日都有些朋友買下 相當多顏色 那這個呢 就是藍裝啦 那我就給 藍士選啦 那有很多顏色的 譬如那些 深藍色啊 綠色啊 黑色啊 那我以為 藍士會選深藍色啦 原來呢 我給這兩位 藍士選呢 他們都是選這些 這些淺色啊 那就是很有趣啦 其實可能 男士都覺得 那些袋子黑黑黑黑 不夠漂亮啊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它背的方法 是挺有趣的 就是可以背前 或者背後 都好像我那個 受傷的手 那個Armsling 那樣的 那這個就是 藍士那個袋子 另外一個呢 上了架的呢 除了夾子之外 我沒有什麼力去拿個夾子 但是 就是給大家看著這個小的 那這個盒呢 就 這個盒就這樣啦 那跟著呢 這個呢 就叫 這個就是女仔啦 那女仔 你知道我選了什麼顏色嗎 女仔這個呢 就打橫的 打橫開的 你可以背 可以斜背 也可以做腰袋的 那就是 兩邊拉鏈 那就打橫開啦 那也是呢 裝到電話啦 卡啦 充電啦 這裡還有一格 這一格呢 擺個 就是尿袋充電都可以的 兩個電話都可以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 那我就選了這個白色 然後呢 就 斜背 但是呢 這幾天呢 我暫時不會斜背任何東西的了 就是免得 身體側在一邊嘛 那所以 show了這兩個給大家看啦 跟著另外有一個呢 是未上架的 那未來呢 在這個11月呢 我們 11月2月呢 我就會推出旅遊這個Theme 旅遊用品的種種 那其中一個呢 就是 回來了但是未上架 但是我很心急想介紹給大家 那就是我去旅行呢 我非常喜歡用的這個 洗衣袋 那在去旅行的時候呢 去程的時候呢 我就會把一些乾淨的襪啊 皮褲啊 睡覺的T恤啊 放進去啦 那這個是 這個是大的 有小的 那就是 動物形啦 那去到呢 乾淨的那些就拿出來 然後 污糟的那些就扔進去啦 那回來了呢 就是這個袋呢 整個就扔去洗衣機洗 那它是立體的啦 網民的啦 還有這個呢 已經是寶驚 就是我寶驚 我使用的啦 你看到就是 都有一些花花的那些位的啦 因為就是我已經是 去了幾次旅行呢 就帶著它去 我自己呢 就覺得 就是它是一個日本品牌啦 就叫做 LimuLimu Animals 那我自己用呢 那我最初就覺得 欸不是每個人都那麼fancy 但我用了這麼多次 我覺得真的很好用 就是它呢 你不是很多東西的時候呢 其實它是扁的 它不會壓你很多位的 但是如果你很多東西的時候呢 它用量都很大的 就是幾套睡衣都可以的 那這個是大的啦 那如果你跟老公 或者你男生跟女朋友 或者跟小朋友同行呢 那就可以每人呢 要一個不同的款的 那呢 剛才那個全八個是我的 這隻柴犬呢 就是男士的啦 那其實呢 這個呢 就算你不去旅行的時候呢 你不是旅行用它呢 你在家裡洗衣的時候呢 其實它都可以是一個 洗衣袋 那它都非常之 它經歷了很多東西的了 洗了很多次的 但是你看它的肚子也是很白的 嘴巴也是脹的 很可愛的 那我自己 初初買 我忘記了我在哪個機場買 買完之後覺得非常之好用 很仔細的 它連那些小腳也有腳趾 那我覺得這麼貴 未必有這麼多人會買 那麼就放在那邊 但是去完旅行之後 我覺得真的很好 那我回來呢 就買了一些小的 那它有很多的 有鯨魚啦 有 有青蛙 不過我不知道我能否入到青蛙 那總之呢 現在我就入了一批 那就有大和小了 那你旅行呢 就可以 即旅行呢 就可以考慮這個袋 因為其實 我們有很多時候 就是旅行呢 一包一包 那樣 但是你其實去到旅行的時候 那個包呢 拿走了出來 你就要處理很多包 那所以呢 這個呢其實它就最好 因為你乾淨的時候 它是洗衣袋 就是乾淨的時候 代乾淨的衣 去到之後 它就已經變成一個洗衣袋 那你就把髒的衣袋放進去 那乾淨的衣袋在外面 就逐一逐一拿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其實呢 這個呢 我找的時候呢 同事呢 就是經常都會說 喂 淘寶很多喔 那但是呢 他們拍給我看 那些淘寶那些呢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這個品牌來的 是他們會將個 因為它這個立體呢 每一種動物呢 它這樣立體做呢 其實它很多功夫 那我見到那些 便宜的那些 很便宜的那些 mash的那些袋 有動物造型的那些 就完全不是這種 3D的立體剪裁 就是完全是 不是同一樣東西來的 那但是我就覺得這個是 我都已經洗了很多次了 平時我家裡就是洗衣袋 那我就很有信心 就是覺得是 應該 貴買可以長用 那這個呢 就是 已經翻了貨 那這兩天呢 就會上架了 那些百多元的東西 那樣 是啊 就著就著就會引發其他問題 一塊塊這樣有其他問題 那我就也聽說 現在我賣到最貴的29吋 你32KG都很夠了 29吋那個我都是賣2,600元 那你在街上會見到它有 3,300多到2,000多都有的 就是都有不同的價錢 那我就盡量貼近最低最低的價錢 那如果你發覺我賣得比外面貴一兩元 就是2,600和2,599那些 那你就要考慮因為我是送到你家的 所以其實我已經是沒有盡量 把價錢減到最低 那所以那個行李箱那條拉鏈很好用 那個輪胎很好用 還有它那個摺疊的位置 摺起來和收起來都是很容易的 而整體行李箱是很輕身 輕身到近次remover的Selsa那個系列 那麼輕身 不過歡迎大家問我的 就是這幾天都有很多我自己的朋友問我 給什麼顏色啊 哎呀好不會用的啊 我是不是應該買29一個26啊 兩個輪胎我不會用啊 兩個輪胎的手持就1200元 但是手持四輪就要2000元 那我都是貼近最便宜的價錢的 那你們考慮一下你喜歡兩輪還是四輪 那如果你說收起來算 兩輪那個就是貶很多的 只是口5cm而已 那萬事屋了 很多東西上架啦 還有一個是今天要告訴大家 大家應該是會買得很興奮 也都是我也很興奮的就是 我又做自己的袋啦 就是做這個有萬事屋的袋啦 今天我們就做了這個 回來了就是訂了一個 我告訴大家聽 我很喜歡很欣賞它的設計 那個化妝包 就是打開它就是攤開自己一個化妝包啦 有很多個顏色啦 而呢上面是印了萬事屋的 就是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個綠色 就是這個蘋果青綠色啦 不是拍得很清楚 但是它上面是印了萬事屋這個字的 有白色啦 有這個啡色啦 還有這個橙色和粉紅色這樣的 我們還沒弄好上架 它就是打斜的這樣 它一打開就變成兩塊這樣 容量是特多啦 還有你可以攤開的時候 你就將你的用品一支支的 放回那個兜那裡 那就不用放到一桌都是啦 因為它攤開就變成一個 四方形的兜那樣 是非常之好用的 那我們就 現在我們會上架買啦 11月我看一下會不會這個 用來做禮物 那你先買一下吧 你們始終都會是 禮物我們會是 可能選一個顏色來做禮物啦 那你就自己補回自己喜歡的顏色 我就身邊的男士都喜歡 用來裝電線呢 裝到很多喔 那這個就是萬事屋給我忙的東西啦 還有我前一陣子去澳洲呢 就搞了一輪我想訂的貨 那這幾天我就要finalize我訂些什麼貨 然後等他們回來這樣 那這個萬事屋給我做的東西啦 講一下私人啦 私人呢我就搬屋了嘛 那你看到我後面還有些傷亂亂的 那就搬屋啦 那就 因為最後就是交屋啦 那都可以預告一下 其實我都知道我的業主呢 就是上一首的業主呢 一定會呢 玩東西啦 那現在我交了屋一個星期啦 他還沒有退回那個 Deposit給我 那 萬千個理由和原因啦 那我真的覺得 其實我那位業主先生呢 他有很多樓的 他跟我說 你搬去哪啊 然後我就打算不要告訴他 我還不知道 現在在朋友家裡住住 類似這樣 然後其實他都不相信的 我這麼多傢伙 怎麼會帶他去朋友家裡住住 然後他說 我呢 就是同一棟大廈 我還有幾個單位啊 你要不要看一下 那一下呢 我說我八卦嘛 我說我都想看一下 就是看一下什麼不同的座向是會怎樣的 但是那天就沒有看 因為那個時間 我交了鑰匙時間沒有了 然後之後他就 到現在已經一個星期了 就沒有退回 沒有退回那個Deposit給我 我就說 麻煩你快點退回 他就很多理由啦 就是我現在暫時不說他什麼理由 他那些理由都極其得的 但是同一時間他就問我 喂 那你還看不看其他東西呢 我說我還管 我這間你都 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覺得其實 沒有事沒有幹 我都沒有說跟你組斷藥任何東西 我已經幾個月 就是交足了租 我沒有說最後那個月不交租的 就是我是 最後那個月我是照交租 然後就是全 就是完整地交了整個租入裡面的租 那你收回鑰匙 你就退回錢給我 是不是 他現在有很多理由啦 又找個經紀出來說 就是很多這些事情 那我暫時不討論 如果他在下個禮拜 他給我 我都算的了 就是給他拖十個禮拜就算 但是真的 那他都很意思問你 還在租不租他的房子 那些錢是別人的嘛 就退回給別人 就是你保住別人的錢 十個月八天很爽的嘛 就是會肥了的嗎 會英俊了的嗎 不會的嘛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你說 我周主不來的 我缺錢就說而已 不是的 他有十間八間屋 問我租不租的 就是這一種 是一種習慣性 就是覺得這樣拖一下 他會覺得很爽的這樣 那其實 你拖我 你拖得多少啊 是不是 就是你製造別人是麻煩 就是因為台灣的租很便宜的 就算我加了三個月的租金 都不是很多錢租 但是不順氣嘛 就是 為什麼要 一定要有這些小動作的呢 就是 如果真的有發生什麼事 我和你們說 那這個私事 就是都要和他周算一下 那還有呢 有一件事就 香港就不會發生的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搬了一間屋呢 台灣很有趣的 你的證件上面 就是居留證 上面有你的住址 你要寫你的住址 那就是說我又要去轉這件事 那 是的 那就是這樣 另外呢 就是台灣呢 就是 台灣的City Bank 在幾個月之前 已經撤走了 應該幾個月之前 那你在City Bank有戶口 就是我啦 我在City Bank有戶口 那怎麼辦呢 那就會自動轉去DBS 那但是自動轉去DBS 那你其實都要去銀行 那裏可能做一些事情 或者拿一張卡 或者開啟一些東西 那你就才完成這件事 我一直都沒有做 那就是這個私募上 我都是打算在這個星期內搞定它 那 那 好了 接著就說報告一下 Old Chef Lab有什麼做 Old Chef Lab現在就做一個 米芝蓮兩送飯 那 那 那就是 我因為我在黃竹坑 那所以我只會可以在黃竹坑 送這個外賣兩送飯 那但是我就很想 就是全香港多些地方都有 那於是呢 其實這個呢 就可以跟 在不同地方的餐廳合作了 就是他 假如他喜歡這個idea 那我就提供那些材料 而他們就在他地方的location 那裏就送貨了 那當然了 大家想都想到 你幾十元一個飯盒 再抽幾十個percent 那再是由我製作 再去另外一間餐廳去做 它要上架 又要煮熱 又要筆 那其實真的應該是大家都沒有錢賺的 就是多一個位就更加沒有錢賺 那但是我仍然都是很想 是 要不做了 如果做我當然是想在多些地方可以 大家會吃到 在不同的區那裏 那所以我就 現在在這裏放聲器 也都會在公司的範圍那裏 也都會有興趣跟我們合作的餐廳 就是給人叫外賣的餐廳 有興趣我們這個Chef OE的 就是米芝蓮大廚的兩送飯 不是米芝蓮餐廳的兩送飯 米芝蓮大廚手筆的兩送飯 那就歡迎大家來和我們聊 那我現在準備一些 你當我是Sales Kit 就是我去叫人家去合作那些文件上的東西 定價錢 這個也是我這個星期內的工作 有一陣子還沒做完 然後另外我正在搞tour 這個tour我待會會講一下有什麼玩 這個tour就會是 趙博就會參加 所以那個行程和內容 都會偏重多些歷史文化的東西 那如果大家是為了見我 大家為了見我 比較不是很想去 不是很特別想去博物館那些 就是想去一些普通的玩樂 生活行程的旅程 那我都打算會計劃另外一個是以我為中心 就是譬如梁士山的一個weekend 在台灣的生活是怎樣呢 那可以侵你們一起玩 那那個我會排一排的時間搞 但是如果你覺得這個台北東聚 這個會見到我和趙博又一起 輕輕鬆鬆玩幾天 在台北有吃東西 有看球 有去博物館 有行明星 有打卡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都請你留意著我們 明天晚上在live介紹 然後大家可以報名 那最低的團費是四千元 那不包機票 但是包一晚酒店的 那或者有些台灣的朋友 都想加入的話 都可以加入我們 就是你晚上可以回家 自己在家裡睡 但是四天就和我們一起玩 其中有一晚 在溫泉那一晚 我們就有酒店提供的 那我計劃了這個行程 我都覺得挺好玩 那我就想起 其實現在 有很多我們的開心的moment 現在我們去旅行 以前就是說 我要買什麼東西 吃什麼東西 現在很多旅行 你去探望朋友 因為真的很多朋友 是移居了 譬如如果你真的想著來台灣 你又和一個朋友住的 甚至乎有 有報名的客人 她自己 兩夫妻就在香港來 她來到 就住在台灣的 一對夫婦的朋友家裡 但是她和她們兩夫妻 和她們那對朋友 都一起加入我們的旅行團 就只是行程 就不加入住 這樣都可以的 他們就覺得 這樣都挺好 這幾天就計劃了 一起去這個tour 那我就不斷講一下 那個主要行程 但是我不會很詳細 詳細呢 明晚先和趙博一起講 那我們就是一個台北的 冬天的聚會 行程重點有 會有一些去博物館 胡適故居 中正紀念堂這些 那台北的景點 我們會淡水去基隆 去和平島 還有有彩虹屋 文創區那些都會去一下 然後有一天就去溫泉玩 這個很放鬆的那天 然後就有幾萬的晚餐 給大家選 有Chef Season for Olivier的 全新的餐廳 去廚師法版的晚餐 也都有一晚是sport spa 可以dinner 或者是你選個 和我們一起看英超的時間都可以 那就大概是這樣 行程都很豐富 如果你說每一天的行程 但是我們就不會 扯到很早起床 很夜 崎嶇那種 就不會了 完全是舒服的旅程 所以大家如果報名的話 可以明天先聽我們直播 你報名的話 一個人就報一個名 例如四個人去都好 逐個報 最重要是填你真正可以聯絡到的電話 因為有些朋友填假電話 填假地址 我是聯絡不了你的 我怎麼告訴你 在哪裡集合呢 所以大家要填一個真實聯絡到你的電話 就是在修件人那裡 就是我們會有個叫修件人的欄 和修件人的電話 那你就可以填在那個位置 填一個真實聯絡到你的電話 或者你有什麼remarks 比如說我預約兩人房的 那我要和我先生一起住 我先生叫什麼名字 那你都可以在那個remarks打給我們 寫給我們 那我們就 因為我們收到你的報名 我們都會再和你聯絡 無論如何都會再和你聯絡 不會就這樣 都會通知大家很多行程 或者是remind大家要預備些什麼 所以我們會有專人和你聯絡 那你將所有理想 講給我們聽的東西 就在remark上寫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和趙博都很期望見大家 現在打算行程是40位的 那就剛剛那架車 但是如果反應真的非常熱烈 最多我們可以處理到80位 那所以我見有些朋友 一家四口報名 那就不是很多的 所以大家明天聽完我們的直播 說這個行程 你就可以考慮一下 開始度期了 時間是12月15至18日 所以其實18日 我們最後一晚就會在Seasons裡吃飯 那就是完結這樣 醫生的expert opinion更加 convincing 是啊 他會說 他不可以介紹產品 但是他會介紹理論 我們有傷或者皮膚復原 怎麼處理得最好 骨質疏鬆適合吃 其實所有關於骨 都是跟膠原蛋白去到骨那個 還有製造鈣那個效果而達成的 你媽媽很開心 因為有很多禮物 真的有很多禮物 如果在我買一千多元的東西 又有現金券的禮物 然後又有那份禮物 你媽媽喜不喜歡那個蛋盒 我自己很喜歡那個蛋盒的 真的 馬來西亞幣再跌嗎 變了0.6133 即是1.8 1變了0.6133 晴天臨首新歌 是吧 尖養是吧 我都聽了 生小孩有2萬元 2萬元叫人生小孩 但是不搞好教育 今天又有名校學生自殺 其實關於這個學生自殺 和他在學校 選擇在學校輕生 其實是一個很嚴重很嚴重的社會問題 在開學 我們的教育制度有很大的改變 或者同學之間的混合很大的改變 老師的要求 或者學校 對於很簡單的唱歌曲 或者這些要求 其實是一種對於學生 是一種重大的改變 也會是一種衝擊 已經發生了很多悲劇 真的要檢視一下 究竟是 是什麼一回事 如果 這個社會 將會繼續是這樣 作為家長 你也都要真的去想一下 學校 小朋友 不是丟掉了他的學校 那個責任 就去了學校那裡 其實以後 我們要 留意留神的地方 是更加多 包括小朋友的情緒 他真實的學習的成效 他的思想的發展 日圓對美元都再跌 日本真的很便宜 美元太強了 是不是 你在英國 你好 請問有沒有去除粉刺的產品介紹 平時看來沒什麼 但是用白光照面 用手去打 經常都有些白頭黑頭 其實這個有幾個層次 首先要用一些去角質的 現在我們不叫爽膚水 化妝水 洗完臉之後 第一層接觸皮膚的 其實可以用一些有角質 含去角質的成分 一定要用了去角質的成分 將那些老化角質 脫掉了出來 同時也要清潔毛孔 現在我是沒有特別這種東西賣的 但是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盡快找回來 我知道哪一隻好 我自己都有用開的 我盡快好不好 那麥芽糖 好餓我有麥芽糖 其實 10月10日至12日 你剛好在台北 你可以來華山民創區找我了 雀小聲也在叫 每晚都叫 每晚都叫 到時過去本場 多謝了 賣陳意仔的食品 會 會 放毒 吃顆薄荷檸檬 菠蘿油 你是不是在台灣 你在台灣 我就找一些菠蘿油給你 不過 應該是第一天會多東西吃一點 因為我們第一天 和第一天 和第一天 中間 第二天 我未必有那麽多東西補給到 所以 都真的要 是的 可能第一天會多東西吃一點 有少少聰明 Hello 還有沒有做足球相關的工作 近來沒有 沒有了 應該這樣說 沒有了 這幾年沒有了 洗衣袋很可愛 很可愛 而且其實 它是非常之好用的 首先 它那個mash的質地很好 所以其實它首先 它自己不會掉色 掉進去的衣服那裡 它保護衣服很好 那條拉鏈很漂亮 那條拉鏈很漂亮 那 它擦開的時候 其實都幾 有不同的款式 那不同的款式 抹開它 口 不同的 比如這個 我代了一條 我代了一條 準備洗 我代了一條白摺裙 那我就會 有時候 有些衣服 比如是淺色的 代上去 我會代上一張吸飾紙 大家知不知道什麽叫 吸飾紙 就是洗衣服的時候 你的白色衣服和其他衣服一起洗 會變成灰灰的 但是如果你在那件白的衣服上去 你放一張吸色紙在它旁邊 它會幫你吸走周圍那些其他衣服脫出來的顏色 那你的白色衣服就會保持結白 但是當然不是巴西斯特意去和黑色的牛仔褲一起洗 但是有時候都會灰灰的 吸色紙很神奇 這個吸色紙 大家有沒有需要 其實我常用這個吸色紙 那衣服就會很光鮮很漂亮的了 現在沒有那麼厲害了是不是? 洗衣袋很可愛很想買 好啊我們給一兩天時間 我同事仔妹妹仔 我現在有個妹妹仔幫我上架 等妹妹仔幫我上架 週末大家又可以狂買了 那有很多個款的 有瓶魚的 那我現在不走來走去拿了 就是上架了我再展示給大家看好不好 粉紅色很漂亮 是啊粉紅色那個很漂亮啊 我其實有真身的 但是我那個真身是一個版 就沒有Maxi House那個字 那我下次做Live 就要展示給大家看 那個袋子是非常之好 現在是非常之流行的一個叫做麵包化妝袋 這樣吧 外國入伙怎麼拜四角 我問師傅呢 師傅是說不用拜四角的 他說四角是一些 骯髒 就是suppose是骯髒東西啦 那就師傅 楊師傅就叫我不用拜四角的 他就說就是安床和風生水起的 安床的意思就是你擲了一個好的時間 那你之前那張床就擺在那個位置都可以的 不過你就容易歪一些 或者將床褥還沒擺上去的 到一到那個時間你就擺個床褥上去 容易正個位置 然後就做風生水起 就做煲水和開風扇 那這樣就完成了 就是風生水起和安床 師傅從來都叫我不用拜四角的 這樣吧 mini bag tour有實物體嘛 想看內格 好啊 tour就是這個是不是 內格 內格有兩個卡袋 沒有銀包的 沒有拉鍊的 咦不是啊 有喔 有拉鍊 但是這個拉鍊就硬的 就是這一塊東西硬的 不是很可以放很多東西 有個拉鍊格 跟著呢兩格卡 跟著這裏一格 這邊又再分兩格 就是總共三格 這裏就還有一個網袋 那網袋你可以代線 或者是代這個 尿袋都可以 我這隻手不要那麼大力 是的 那跟著另外你還可以代電話 電話代到啦 Passport代到啦 卡當然可以代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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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啦 那這樣就 那它又不是超硬的 但是就不是那些軟身銀包的那些 高就是打直開的 那你揹在新的那裏 就這樣就開到的啦 就可以這樣拿東西啦 我想男士適合的 這個就是有兩格的擺卡啦 跟著這兩邊啦 有Mesh的袋啦 就是網袋啦 跟著另外 都有一個小小拉鏈袋的 打直的 這裡有拉鏈的 這樣啦 嗯 那我的售價就是550元 這樣啦 明年我女兒畢業 記住買定花紙 因為英國的花店不多 近匯豐銀行市集有一間花店 大部分人都會去那裏買花 它會用黃色的紙包著那些花 千篇一律 最好買定那些花紙 好 多謝你Annie 沒聽過有吸息紙嗎 吸息紙呢 其實我買了一批回來的 那我找一天介紹一下 我買了好少的 因為呢 最好用的那一隻呢 香港是沒得買的 那香港應該有一些 沒那麼好用的牌子 最好用的牌子叫Dylon 那我其實真的有試過那些衣服呢 有時候那些衣服呢 真的試過 全部 全部 染了粉紅色 那你還可以事後補救 你事後呢 就把那件染了色的衣服 就放進一個洗衣袋 連了那張吸息紙 接著呢 就 洗它 那些顏色就會吸在那張紙上 那我拍了照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媽媽也經常用的 那那個就是把那些顏色 就是把那些白色的衣服 把那些顏色吸回 那些顏色 那 那 但是基本上呢 你每一次洗衣服都放進去的時候 其實那機衣服的那些顏色就會去到那張紙那裡 那是一張紙來的 那都挺有趣的 那 什麼時候再有英國限定 是吧 想買吸息紙 好 我盡快 我今晚不 不展示相 那些 那些 我又在那裡 我直接可以整合拿出來給你看 還有那個效果 那 就 是的 這個 我也都叫阿明試過的 就是他 他大量洗到灰灰的衣服 那他說 真的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那 但是那個牌子 就 最好用的牌子 叫Dylon D Y L O N 他是做染色 吸食 那樣 但是那個牌子 香港就較少找到 找到 也都可能會很貴 那 所以其實我在英國就入了少少回來的 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 介紹和上架好不好 好 那 好了 講到 剛才講到 我還在搞一個tour 如果你想見我和趙博 就可以考慮這個 台北東聚 但如果你只想見我 其實我就會 可能會搞一些weekend 星期五六日那種 那 就很輕鬆的 很晚起床的 那種 很晚起床 然後晚上 聊天聊得很晚的那種 那 已經有很多朋友向我提議那個行程 就是如果是我的那個 就是很接近我生活 究竟我在台灣做什麼鬼 那些 那可能就 那些朋友已經說要去吃我那塊 豬了那個和牛 好 答應你 這個是絕對是個行程之一 那 那 吸食子非常有興趣 好 那 明晚我就跟趙博開Live聊 那我們最近星期六 我準備好拿給大家看 還有 我都可以叫同事先上假 那 那 是啊 是很重要的 很需要的 我找一張照片出來 好 那 是的 那兩晚開Live 那 那 另外呢 就是 我萬事屋就上了HATV Mall 那 雖然還沒有很強力的宣傳 也沒有什麼生意 沒有人知道我萬事屋開了 那 但是 但是接下來呢 就會 這幾天就在忙 就下HATV Mall 那些廣告 就是你在那裡又見到那條Banner 告訴你 晚事屋開了 那裡又 什麼時候又選一些東西出來減價 諸如此類 那 那今天就在搞廣告 那就都 都幾多事情談的 搞Banner 交稿 那 那雖然有同事做 但我都要Breathe他們 那 就 另外就是 我一直在說的 英國的Maxi House 澳洲的Maxi House 馬來西亞 那 那這些我都是 每天可能都會有同事更新一下我的東西 那 那 那另外就是 不停 不同的時間 都會有些朋友有些貨問 我有沒有興趣試 開會 那 有時候初步聽到有興趣 我都會開會 那 那 所以 這兩天其實都有一兩個這些的會 可能電話會 那 有些在台灣的 那我可能會探望他們公司 那 那所以其實這幾天呢 我都是 Keep busy 去 等自己不要經常記住 那隻手 很痛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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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洗頭水真的蠻好的 大家現在看到我的頭髮 是不是都蠻豐盈的 但是都很噁心地告訴大家 由於我自己洗不到頭 現在我都是隔天或者隔兩天才洗頭 還要是到街上洗 拿著我的洗頭水給他洗 所以今天你看到我的頭 都已經是幾天沒有洗 但是你仍然是不會很啪 還有是很乾淨 不會很油 還有那個油潤 香味 我自己覺得還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那天試 就是我一劈就劈下去那個Aqua treatment 那個非常好 真的用完之後我這一塊頭髮 是很光亮的 所以我試真點 我明天應該會出街 又要去salon洗頭 然後我試真點再告訴大家 如果好 我就想假 因為其實頭髮在我們不甩 還有會長長之餘 如果它很乾淨 很膚乾淨 其實都是或者很幼 很尖 都是不漂亮的 所以其實整套東西 關於頭髮其實真的 你找到一種好的洗頭水 吃一些適合的披薩 你真是全身都會是年輕一些 什麼時候去英國網購 我是公司的瓶頸 一切都卡在我那裡 那我盡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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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Danna 台灣見是不是 是的 我會搞些三日的那些 你都想買吸息紙 那我明天叫同事盡快上架 那你都可以research一下 因為吸息紙真是很重大的發明 那我在馬來西亞就發現了 另外一樣東西是吸黑紙 那我就買了回來 但是我還沒試 假如你有一個機衣 那機衣是黑色的 那你的黑色衣是會越洗越灰 和越洗越淺色的 那那個吸黑紙 就是令到那些衣服越洗越黑的 那它呢 我在那裡的當地的超級市場見到 就是因為其實他們很多 很多伊斯蘭教的教徒 穆斯林教 他們不是要黑色 不是要遮臉的 那他們那些衣服要很黑的 那又是 我看看他們 我是沒看到一條街 是有些人是把黑色的那件袍 和那個頭罩 洗到白蒙蒙 沒有的 我們自己那件黑色T恤是白蒙蒙的 他們沒有的 他們真是很黑的 那所以我就發現 咦 原來有這些這樣的黑色紙 就是另外一種 但是我自己還沒試 因為我在想 它可以洗到衣服越來越黑 那會不會整黑洗衣機 那我就還沒正式試 但是吸黑色紙就用了很多很多年了 就是如果大家有留意 譬如我都有很多時候穿白色T恤 那為什麼那些T恤會穿那麼久都白的呢 就是你洗的時候 其實要放一張吸飾紙去 吸走你同機的其他顏色的衣服 我就不會全機白色的衣服洗的 就是都是放一些淺色的 多數不脫色的衣服 但是可能都會脫的 那就扔了那張紙進去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 譬如我說我曾經有件紅仔T恤的 白色的就吸了一塊紅色的東西在公仔旁邊 那 因爲那次不知道怎樣 突然間洗衣機停了 最初那時候業主的洗衣機是會自己停的 那就有件紅色的東西 我不知道是紅色的東西還是什麼 就在濕的時候 搭在那個位置那裡 很大的紅色 那接著我下一次我就這樣洗的時候 就把那件白色T恤放在這個洗衣袋 再加一張白色的吸飾紙 那就洗完出來就白了 我明天給你們看 拿一件衣服給你們看都行 太好了 剛剛染了那些衣服在那些顏色上 那你在英國買到的 你買Dylon D Y L O N 你去超級市場有得買的 它有八張 十二張 二十四張 四十張 六十張 那樣的 那就 很好用的 你可以放心一次過買多些 你要用的時候你就 因爲如果買八張 十二張 那些很貴的 每一張 你買到四十張 那些就會便宜一點 Sparclin發油 是不是 可不可以碰到的 油 那支油 現在在賣的那支 不用的 你在這些位置 就是發尾那裏搞得了 接著發尾搞完之後你就梳 梳多些 那就用回去梳 你在發尾那裏你會碰到的油 接著梳回到頂上 但就不要塗在那裏 我就沒有的 什麼色紙 希格斯波色紙 奇粒紙 不是啊 吸色紙 什麼色的 它是白色的 吸色紙 叫Dylon Dylon Dylon 那是最好用的 在HATVMORE 萬事屋可不可以 不是雙戶直送 好像Oshak Lab的米粉 或者湯包 可以在Oshak Lab的分店拿貨 應該不可以了 因為那個是 HATVMORE是收35% 不是25% 那其實我在萬事屋那些貨 我沒有25%margin 所以其實我會付不起那個運輸費 所以現在我們自己送貨 那個運輸費會便宜一些 但是為什麼Oshak Lab可以呢 就是不是因為Oshak Lab的東西賺得很深 是因為Oshak Lab那些東西 一定要用一個coachain來送貨 要用一些有雪櫃的車 那HATVMORE是有的 而且它做得很好的 至於常溫的貨 我們就會沒有那個margin 去給超過25% 其實不止25% 還有信用卡 信用卡有幾個% 送貨有25% 接著一定要買它的包裝紙 還有我們要運一些貨 去它的貨倉給它運 那這個就是Oshak Lab的流程 所以其實整件事 是抽了30多個%去的 那萬事屋我做不到 因為如果我要做送去它的分店拿 那我就要給30多個%的運費了 譬如你買一千塊 我要給三百多塊它運 那就真是 是沒有可能在萬事屋的貨 因為萬事屋的貨不是我自己做的 那所以希望大家體諒 那如果你萬事屋的貨 你想要在它的店裡拿 那就沒有辦法了 那你試過對眼藥水對你好有用 所以你的衣服都是用手 試過你試了眼藥水對你好有用太好了 你所有衣服都是用手洗 已經教工人分開顏色 但是無論什麼顏色的衣服 它都會染到其它顏色 或者染了顏色可以試一下我的那隻吸飾紙 染了顏色你才扔到洗衣機裡洗 你都試過香港買的吸飾紙 你一機三落三張效果真是一般 只有一隻可以 其實在台灣都買不到我現在講這一隻的 他們有一隻叫Dr. Backham 有幾隻都是不是好得的 但是其實你就算用吸飾紙 你對於針對那堆衣服 譬如你那機三的白色衣服 你就放進去洗衣袋裡 你看我的洗衣袋多乾淨多白 我每一機三都用吸飾紙 如果你白色衣服 你放進去 然後把吸飾紙放進去 那它接近它 效果就會好很多 我就會一個在裡面 一個在這隻東西外面 那就可以吸飾紙 吸飾紙的 這個眼藥水真是精挑細選的 其實我們那支眼藥水很貴的 你在我那裏買的眼藥水 很貴的 日本的 當然你去日本買會很便宜 是吧 便宜一些 日本日圓又跌了 但是香港可能因為貴 就不是很賣這個牌子的 就是40多年的年齡 加了維他命A的 那個 眼藥水 但是在台灣就很流行的 就是台灣是 很著重眼的 他們 所以他們 眼藥水的選擇是很多的 在台灣也要賣百多元一支港幣 真的很貴 是啊 你可以買一下 真是 幾 幾好 我每次去都買的 買就 去超級市場見到有買 買了給我媽媽 就是這樣 1點了 好 OK 眼藥水是貴一點 但是貴不過仰和那些 這麼有效 我喜歡 是啊 它是潤 還有你會不會發覺 例如你有幾天滴完之後 幾天不用找它的 因為它已經給了一個滋潤 所以你記得的時候你就滴一下 因為其實它那個 對眼它的成份是很好的 它是一個 全球第一個將 我不記得將什麼成份 放到眼藥水的成份 現在就已經有好幾個牌子 就是好幾個日本的大牌子 都是這樣的成份 但是香港就沒有這一種的眼藥水賣 是的 好了 那還有什麼 冬醉 冬醉明晚10點半 我和趙博慧在Live裡說 今天就向大家報告了 其實我這個星期做什麼 這裡面有很多東西延遲 很多東西我真的都沒有做好做到 但是已經有很多同事在幫我做事 譬如剛才我說我想和其他餐廳談 很多時候你要談就首先要預備一些資料 那些資料就是有什麼的想法你都要再砌一次 還有我要跟W開會 就是為了那個tour 還有之後我們要多點可以預約到Seasons的餐廳 而是你四個位八個位很容易訂 但是如果你說我突然要報幾十個位的 那就要跟他們談 就不是就這樣打電話去預約 所以這些都要是我在這裡會做 雖然好像其實很小事 做到都不是有什麼大事 但是你都會花好幾個小時時間去處理 或者出去開會 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時間怎麼處理 那這陣子今天就OK睡得好一點 早兩天就真的很累很累 那繼續一路看著一路休養 下次講足球 以前我好像是足球會主席 是啊我是足球會的主席 也是足球會主席的主席 但是我不懂得說足球 可以說一下怎樣經營球會的 你有視眼藥水真的很不錯 謝謝推介 多謝太好了 其實這些我推介給大家 不是很有把炮 一下就跟廠有很多支 有時候我介紹給你們的東西 我真的入幾十支 你們買完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們買完之後還想要的 你告訴我 我就盡我的任何辦法幫大家買回來 不會有什麼錢賺 我都是retail買回來 又不是大量 又不是水貨 又不會特別標準得很高 但是見到大家都用到適用的東西是很開心的 我用了這瓶眼藥水之後 我發覺我以前幾十年都沒有用適用的藥水 原來好的是這麼好的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你要有一個好的產品 是你之前要用多少冤枉路的問題 如果有人告訴你 你試這個 有時候都未必一定適合你 但是如果你十次有九次都是因此沒有走到冤枉路 那你也會大大省很多錢 希望建立一個大家去萬事屋就有信心這個基礎 遲了又來 哈嘍 聽聽吧 你今天眼睛很累 滴了真是舒服了 是啊 我最記得那晚你第一次見到這個眼藥水 你有時候會忘記了它 因為那幾天很舒服 沒有什麼 又沒有乾 又沒有疲 那你就會忘記了它 然後你就會發現 啊 我原來已經幾天沒有滴了 其實它是幾天一次就已經很足夠 就算現在轉天氣的狀況 眼藥水非常好用 滴了非常舒服 多謝我介紹 多謝你啊 你們想買可以怎樣賣啊 應該我賣光了 什麼牌子間有水啊 我突然間不記得 有幾隻的 上面寫著四十的 四十歲以上的人可以用 但是你三十幾歲都可以用的 因為它的成份很好 我再買一些進入 但是如果我買不到日本買 我要在台灣買傳回來的話 就會貴一些 因為台灣有進口稅 然後我要再傳回來 台灣買日本東西是貴很多的 但是其實沒什麼所謂 我買可能我補十支八支 你們有用我就再買 都不是靠那個賺錢 完全是 真是 最重要是你適合用 水很重要的 你明天要去驗眼 好 早上見面 我們都差不多了 聊了一個多小時 好了 今天就聊到這裡 現在兩個星期之後要搞市集 有些壓力 這幾天就這樣試辣油 應該會聊到一些 應該會有些驚喜的事情 究竟什麼辣油點燒賣最好吃呢 或者是點了咖哩魚蛋也很好吃呢 在市集到你們告訴我 行不行 是不是啊 剛才他拿了一支眼藥水用 現在馬上舒服了 但是也不要放太久 那支眼藥水應該開了 一般就說 開了的眼藥水就用一個月 但是如果你想它保持久一點 你可以不帶在身上 你可以放雪櫃 應該是一個多月都OK 你延遲多一點都OK 你用Hilo Gel for Eyes 真是神級 可以在十字藥房買到 好 上星期只是滴了一次 就是 思美路 思美路也有 它有幾個牌子的 我就覺得有另外一兩隻牌子都非常好用 我照買回來先 我放了相架 你們相架就Live的時候告訴你們好嗎 好 多謝跟我聊天 我手有點悶 我喜歡撿屋撿得好像陳列塞 但是現在我家裡有點亂 雖然我會有一堆位置會放智商 但是我其他的東西我是會很喜歡 你看到我的屋子會有一陣味 就是我沒有什麼是高於眼層的 就是我喜歡是 不會搞很多很高的櫃 如果有的話我還是不太喜歡 所以其實我就是很多東西 你看到我後面有一個箱子 但是這些我手好一點 我就會清掉它 這樣就 不是很撿到屋子 有些不是很舒服 自己不是很自在 希望快點康復 我感覺就應該很快康復 但是這幾天那種累 還有那個擔心酒吧 茶軟化的傷口那些 那我就這幾天就這樣 要注重 這樣 好了 現在都沒有傷口了 等結招、脫招 月尾再去覆診 照一照一些 骨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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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 好了 那今天談到這裡了 拜拜 明天再談 明晚會有照播 十點半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